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在刚刚结束的比赛中,休斯顿火箭队在主场,惨败给洛杉矶湖人队,输给湖人本身,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 但是不得不说,詹姆斯哈登,看人的眼光。 他早就知道,火箭新任主帅,塞拉斯不行,所以在火箭敲定塞拉斯,成为火箭主帅之后,詹姆斯哈登,立刻申请交易离队,赛季进行到这里。 塞拉斯教练的水平,我们都能看得出来,他到底给火箭队,带来的了什么改变。 先说战术层面上的,塞拉斯取消了,詹姆斯哈登的无限担打,同时剥夺了,詹姆斯哈登的持球权力。 现在詹姆斯哈登,在火箭的比赛中,是完全打无球的,当然詹姆斯哈登本赛季的表现,也证明了他打无球,有多么出色。 赛季截止目前,哈登场均依然能贡献,26分4.9个篮板,11次助攻的数据。 但是取消了,詹姆斯哈登单打之后的火箭,变好了吗?并没有。 我们首先来看,现在的火箭队,取消詹姆斯哈登的单打之后,他们变成了什么样儿?变成了沃尔单打,戈登单打,球队并没有得到,本质上战术的提升。 他们依然,以三分球和篮下为主。除了让詹姆斯哈登,打得更加的别扭之外,塞拉斯,并没有改变火箭的战术体系。 你甚至可以说,塞拉斯让哈登自费武功,火箭队毫无战术可言。当初詹姆斯哈登,执意要离开球队,现在来看,完全是正确的决定。 当然,塞拉斯并非完全没有改变火箭队,他改变了火箭队的防守。火箭本赛季取消的,还有无限换防。 这让火箭瞬间,成为全联盟,防守最差的球队。金元伍德,完全不能防守五号位,他只是一个,四号位的球员。 也正是因为这个,导致现在的,詹姆斯哈登挣扎。火箭成了一支攻不尽,防不住的球队,只要是遇到强队,他们瞬间,就会失去抵抗力。 这一波詹姆斯哈登,可是在大气层啊,要不说人家,是职业球员啊,早就知道,你塞拉斯不行。 你说这球詹姆斯哈登,需要背锅吗?背锅没毛病,他没有控制好,自己的失误。 但是考虑到,詹姆斯哈登的数据水准,在一个,完全别扭的比赛里,打出这个表现。 你得说,詹姆斯哈登的球员,实力是非常强的。 赛拉斯,就是一位火箭队,为了摆烂而招揽下的主教练。 最后还是得说,火箭队现在,应该迅速敲定,詹姆斯哈登的交易。 他不是和赛拉斯的战术体系,同样的,赛拉斯也不需要队伍里,有两个持球大核心。 詹姆斯哈登,和火箭的缘分,已经到头,火箭也应该,降低哈登的报价。 根据此前的消息,热货队愿意打包年轻球员,交易詹姆斯哈登。 猛龙队也愿意送出,帕斯卡尔西亚卡姆。 差不多就行了,不要继续,彼此伤害。 N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 马上. 男生。 您可以帮助。